各位好,我是彭卉鑫 港股在星期一的走勢非常波動 全日高低位達到370點 整體上港股在早段時間 未有受到包括美國十年期的國債息率 升到上去一堆四樓上 亦未有受到恆大的汽車 承認自己本身的資金是非常缺乏 亦沒有受到內地方面缺電 做一個限電、限產的政策影響 反而早段時間高開後 曾經最多的時候升過超過300點 上去24005樓上 不過去到高位來說就無以為計 雖然不少的一些新經濟類股份 都出現了一個反彈 但是亦都見到很多不同的工業類股份 都出現了比較明顯的收額情況 令到全日來講 港股都是至終貼近低位收市 最後來說,仍然是有上升 只是升了16點 收在24200點的水平 暫時看來講 成交不夠的 都是只有1400億多些 整體上 投資者還是比較偏向 看得到一個審慎 因為我相信現在來說 恆子雖然在日線圖 沒有跌穿在9月21日的低位 但是在走勢上 仍然都沒有辦法突破10天線 很大機會來講 在持續沒有辦法突破10天線下 先行會再試一些低位 甚至可以這樣看回 恆子在列穿了25000這個重要關口之後 我們就說 整個由去年低位是21,139點 升到上去高位是31,183 整個升浪 61.8%的回調幅度 即是打穿了之後 沒有辦法上回去 很大機會逐步逐步向下移回去 是那個升浪的起步位 所以如果在現在來講 整個大市 10天的移動平均線 仍然沒有辦法去修復到 很大機會會逐步逐步 轉向一個比較偏弱 還有投資者是說 每次反彈都會先行做一個減榜 可能都會影響到 未來的整體港股走勢 現在來看回 恆子向下 試低位的機會是越來越大 投資者需要做出一些 比較適當的部署 包括來講 盡量不要去買一些 波幅比較大的 新經濟類股份 還有也都是有部分 已經升得比較多的 例如電力類股份 還有煤炭類股份 都需要去考慮 趁著高位的時候 去逐步減榜 令到自己本身的投資風險 可以是一步一步去降低 以現在去看回 審慎處市 應該會在一個短期裏面 投資者會是比較選擇的編號